话如初没有更高的要求,他就是想能自在些,随意些,别一个个都把架子端得高高的,地位低的去寻着地位高的说话才数正常。 吴夫人,这是什么?吴夫人筷子上夹了点紫色的东西,它实在是没变得出来,可是这道鱼里多了种香味,腥味却真是一点都没有了。 哦,这是紫苏,喜欢这个味的觉得它香,不喜欢这个味的觉得难闻。 吴夫人好像挺喜欢的,啊,我喜欢吃鱼,家里有一个专门做鱼的厨子,可难免还是有一点腥味,现在吃着却是一点没有了。 吴夫人突然提出一个要求,改名儿我让家里厨子来你府上学上一些如何,以后呀,再去琳琅哥买了香料回来,也知道要怎么做了。 当然可以呀,不过,你也得叫您的厨子不藏私,干脆叫他们互相探讨去,都学上对方一道拿手菜,也好给我们的饭桌上呀,谋个福利。 哟,那感情好,明儿呀,我也要我家的厨子过来学上两招。 就看这一桌子菜呀,我就觉得吃不了亏。 梁夫人擦去嘴角一抹油资,笑道,这话一出,原本其他人不好说出口的话,全说得出口了,纷纷打起了这个主意。 话如初,装得一脸苦痒,我多担心呀,家里的火房是不是装得下这么多人,那就这么说定了。 梁夫人筷子又往另一道菜伸去,心里有一丝的雀跃,不知这里面又添了什么香。 明明在家里也吃过的菜,到了这文府天就不一样。 是文府的厨子手艺太好,还是那香料真那般有用。 这顿饭吃了很久,气氛也越来越好,话如初却是吃得最少的。 实在是大家的问题太多了,就连太子妃都时不时加起点什么来问她那是什么。 看在香料推广得这么成功的份上,她有问必答。 道德最后,大家已经在翘首以待,琳琅阁快将香料摆上柜了。 要是能先家里其他人一步买来香料,且学会了如何做。 在家里,岂不就是讨了长辈和夫君欢喜? 再加上,头先得到的香水香囊香包,包括对话是不待见的其中一个小姑娘在内,都觉得今儿这趟来得值。 三后,话如初没再让大家继续待在这船上,再好的地方待久了,也会觉得无聊。 那边有几只小船,要是有那兴致的划舟湖上的直管去,不会划也没关系,我的丫头会。 还有那边的八角亭也做了布置,茶水糕点都已经准备好,去那里聊聊天也是好的,湖里有鱼,我让人做了鱼竿,掉不掉的鱼没关系。 就图个乐盒,好玩。 要是有午休习惯的,这里面长屋的一样东西皆是新的。 要是不想试船上,宅子那边屋子也有收拾。 端看各位的医院了。 太子妃收回看向湖面的视线,脸带笑意的道。 安排得不错,大家都随意吧。 难得有一次宴请,不用顾及这顾及那,就当是放松来了。 是,是,是。 众人起起起身,顺着这话头就下了船。 在船上坐的时间已不短,还是在太子妃眼皮子底下。 肚子里埋了不少话的人,都想找自己关系好的,说道说道。 娘娘,您要不要午休一会儿? 不了,你陪我划粥去吧。 看着这清幽的湖水,我就高兴。 是。 称传的,是二等丫头燕子。 太子妃侧着身子,手拨弄着湖水,嘴角勾起,精神放松。 话如初回头,看了眼岸边急得要跳脚的陈嬷嬷,笑。 娘娘,您再这么歪着呀,嬷嬷都要汤水过来了。 她就是爱下操心。 难得有这般悠闲的时候,她偏还要这提醒那提醒的。 没理会她的打趣,太子妃继续玩水。 身子反倒越发歪了,船身都有些倾斜。 话如初,抓住坐殿下的木板,笑容变苦。 娘娘,我不会求水,真要摔水里了,您能不能大把手,留我条命啊? 气,胆小鬼。 笑骂了一句,太子妃终是作证了,抬头四处望去。 现在还在大船上的人不多了,八脚停坐了一些。 另外三艘小船也避开他们这里,划去了其他地方。 岸边上几个妇人,笨手笨脚的在甩鱼竿。 县没甩出去,倒勾住了自己的头发。 虽然修久,看他们的神情却也是高兴的。 他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。 生长于世家之中,虽说都被骄养着,日子却是过得一板一眼,规规矩矩的。 坐卧行走说话都不能出格。 随身伺候的嬷嬷,与其说是伺候他们的,倒不如说是管着他们的。 就算几个小姐妹去哪游玩一番,也必须得戴上帷帽。 注意这,注意那,生怕被人看了去吃了亏。 各种各样的宴请,一年总有几回。 不管是在娘家做女儿时,还是嫁做他人妇都避免不了又参与进去。 穿着华贵的衣服,用最好的手势,笑不露齿。 时刻端着坚持的架子,不管和谁说话都要微微笑着。 哪怕明知道那人曾对你下过什么暗招,或者说过你什么难听话。 在那样的场合,都要不表露一丝一毫。 他早知如初的宴请,不会像他去过的那些一样。 他这个主人家会最新受不了,可他也没想到会是这般随意,这般合他心意。 恐怕今日过后,文府的宴请会被人争相效仿。 就不知有几人能学的其中三分。 他倒是真希望,以后去的宴请都这般轻松。 不过,白日做梦吧,天底下只得一个话如初。 能平平常常地和他相处的,也只有一个话如初。 马上要采摘新茶了吧。 话如初没想到,太子妃酝酿半少说出这么一句。 顿了顿,道,对,现在就能摘了。 只是,秋茶再养上十天半个月也无妨。 您的茶园子开始采摘了吗? 听管家说,打算明日就采摘。 照你这么说呀,我也得叫他延后几日。 反正是卖别人喝的,还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 只此一家,别无分号,他们也分不出好歹来。 说的这叫什么话呀? 太子妃斜他一眼,凤外有风情。 难不成,你的买卖都是这么做的?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 话如初否认也不是,承认也不是。 干脆就撇开头,撤别的话题。 大家好像玩得都挺开心的。 你就是想让我表扬你吗? 太子妃懒得和他计较他的耍赖。 看了眼清幽的湖水,又抬头看向蔚蓝的天空。 心情比在太子府时好多了。 我都不想回太子府了。 娘娘要是想来,何时不能来? 我倒是想。 叹了口气,太子妃看向他。 唉,昨天听殿下说,父皇只给他一个月时间做准备。 一个月后即位,话如初吞了口口水。 他其实并不那么想知道这些隐秘事。 这是好事啊,太子即位后就是封侯大典。 以后呀,您就不是太子妃了,而是皇后娘娘了。 到时,我再想见您可不那么容易了。 总不能有事没事往宫里跑。 太子妃微微垂了视线。 笑容怎么看,怎么觉得带了些苦意。 昨晚一夜没睡,心里堵得慌。 要是和别人说这事,除了一连串的恭喜,大概听不到一句实质的话。 唉,想想也是,这明明是一件大喜事。 我这心里呀,却总觉得不得劲儿。 话如初脑子里转了一圈,就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了。 和婚前恐惧症一样的症状。 小心地组织着语言,话如初道。 娘娘,您肯定也是高兴的,只是不安更多一些。 换成谁也会对未知的生活不安的。 我从扬州出发的前一晚也没睡着。 高兴有,毕竟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事。 我也想能得预良人的,可更多的还是不安。 担心对方是个重美色的人,小切通房抬进来一堆,也担心她不争气,只知吃喝玩乐。 我的一辈子才来了这么一点,后面呀,还有几十年得一起过呢。 越想就越不安,觉得一切都对我不利,逃婚的念头都有过。 我想呀,您现在的心态可能也是这样的。 太子府是你熟悉的地方,只要在那里,您就觉得心安,就抵气足。 换去更威严的皇宫,您就觉得没抵气了。 其实,你想差了。 您想想啊,您这明明就是往高处走。 为太子妃时,上门游人有余,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。 成了皇后了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呢,您的权力只会更大。 不管是拿捏住谁,还是要做点什么,不都更容易吗? 不然,怎么会那么多人陷往那个位置呢? 被这一解开,太子妃也觉得自己是想多了。 顺着话,就问她。 你也陷往? 啊,不不不,我无法想象自己被关在那个牢笼,不,不是,那个,前天下最尊贵的地方,会不会疯掉? 我更喜欢到处跑。 其实,你是真的把那里当成牢笼了吧? 娘娘,那是我无心之失,心里没那么想到。 无意中说出来的,才是你的真心话。 难得逮着她一个错处,太子妃打去她。 她要防的女子无数,但是她肯定,如初不会是其中之一。 这人太向往自由,那地方关不住她。 话如初讨饶。 娘娘,您就忘了那句话吧。 笑看她一眼,太子妃放过了她。 太子即位后,后年,恐怕就要选美,充实后宫了。 现在,虽然太子对我尚好,可当宫里,多出许多鲜嫩的美人,他哪里还能看到我? 其实,这才是您最担心的吧。 话如初心里付费。 涉及到后宫以及感情的事,他不知道要怎么接话,不能逾越。 不能因着自己和他走得近,就灌输他一些这样那样的观念。 可是,他要怎么回话,才能将这个话题接过去。 舌头咬断了,太子妃好笑地看着她一脸纠结。 平时不是什么都敢说的,我又何时因为你说的话,对你怪罪过? 就是因为我说什么,您都不怪罪,我才不敢瞎说。 可什么都不说,我觉得挺对不起您对我的信任。 要不,我随便说说,您就随便听听。 你随便说着,我听听看再决定。 酝酿了一会儿,话如初轻声道。 以后您是皇后,为皇上选妃是您的份内事,这是您闭不开的。 可是,您可以让皇上知道您心里不舒服,心里并不那么乐意。 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夫君,您不能总将她往君的位置上想,而忘了她的另一种身份是您的夫君。 分次拿你好了是情趣。 想必皇上也更愿意看到一个将她放在心上,而不是处处显得贤惠大度的皇后。 美人既然少不了,那就让他们逗去。 您再将台子搭得高一些,看大戏。 您陪着太子从最艰难的时候走过来,又有嫡子傍身。 美人呢,能被更美的美人比下去,您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。 所以,没必要大度,这也没必要为这事和太子较劲。 你们的身份决定了,你们就不可能只有对方。 既然如此,有无数个面目模糊的美人,总好过只有一个宠妃呀,那才糟糕。 那感情放在哪里? 放在太子随时可见的地方。 娘娘,您要记住一点,对太子来说,您始终都是最不同的那个。 拥有再多美人,在色上满足了,心里却未必。 您只要占据了哪怕一个小小的角落,也能尝利于不败之地。 最终,她都要回来您这里。 去和那些人计较了,争斗了,反倒显得难堪。 您高高在上了,他们才会越加不敢在你面前放肆。 前皇后的教训,您一定要记着才是。 太子妃心里,一直像是蒙着一团雾的地方,豁然开朗。 前皇后,要不是爱和后宫的所有人交劲儿,对付完这个,对付那个,也不会因为动了苏贫,放到了皇上手里。 如果,只是因为美色而宠爱一个人,这样的宠爱,又能持续多久? 她何用去和人争风吃醋? 到时,皇上宠爱谁,她就紧着谁? 至少当着皇上的面,又如此。 要是对方不懂事,要挑衅她。 想必此时的太子,彼时的皇上,也容不下吧。 她想,她知道要怎么做了。 既然绝不可能像元吉和如初一样,只拥有对方,那计较再多,也只是徒增伤心。 何必? 华如初偷偷看了眼太子妃的神情,放下心来。 她冒险说了这么多,看样子是有用了。 以后,太子妃若是因此过得顺心,说不定还能记得她的好呢。 华如初顿时美滋滋滋的。 你怎么看着比我还要高兴? 太子妃突然的一句,将她打回现实。 华如初忙拉回心思道。 呃,为您高兴啊。 听你归扯,大概是心里的事有了着落。 太子妃脸色更显明媚。 到那时啊,我就天天照你进宫陪我,我们一起关牢笼。 娘娘! 撒娇也没用,伸手去拨了拨冰凉的湖水。 太子妃回头,对华晨的小丫头道。 回岸上去。 是。 夫人小姐们一直玩到太阳稀锤,才陆续告辞。 和上午来时相比,态度大相径庭。 眼中的笑意都是带了几分针的。 除了早先被瓜分的香水香囊之类, 华如初美人还送上了一份小礼物。 可入菜的几种香料,按原材料价算便宜得很。 可腰案倒是琳琅阁卖出去的相比,今日他们都会去的东西已经值不少银子了。 梁夫人等其他人都走了,才上前。 拉着她的手,阴音道,过一阵,唯一想办个这样的宴请,不敢找你去帮手。 就想借掉你几个丫头,帮着指点一番。 你可得帮解救我这个忙啊。 就是需要我去帮忙,我也不会托辞的。 更何况是几个丫头,到时你派人来唱个话就是。 啊,那可好,我回去先筹划筹划。 婉华,向夫人道别。 梁婉华今天大饱口福兼大饱眼福, 本就对花式崇拜不已。 这下更是将之视为自己终生崇拜。 这下更是将之视为自己终生崇拜的目标了。 这一理行的,那就一个规矩成心。 听闻,夫人身边的丫鬟都会一手好修活。 婉华想踏日过来学上一学,不知可打扰夫人。 话如初,对着满脸讶异的梁夫人扬了扬眉。 小姑娘眼里的喜爱,她看得分明。 这点小事也没有拒绝的理儿, 当下就硬了。 你何时过来都可。 梁婉华瞬间眉开眼笑, 蹲身又是一礼。 谢夫人,婉华告辞。 本章播讲完毕,欢迎继续收听。 我讨历你。